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这个礼拜的折舞 那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礼拜五都是由劳正跟折舞的团队 一起来规划这个题目 那今天要讲讲说我过就业出去的艰难跟宠创 艰难 到底多难 就业到底多难 那待会我们再介绍 我们再介绍我们这个今天的讲师 好 那个感谢大家今天来参与这个 我国就业促进的艰难跟处犯 这个我们邀请到中央大学劳工关系刑系的 周文琪教授 周文琪教授跟大家讨论 我们一起工作一起讨论一些政策 已经很久了 包括说今天要问其他的专业 所以包括说真的是両榜就业的这一块 高龄就业的这一块 事实上有 我们有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问题是与待解决的 那包括说我们的劳动参与力 我先来给大家一个基本的那个 就是说 我们刚公布失业力 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失业力大概是多少 上个月的失业力 4点多 4点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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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这边有地方的劳动群 可能就会头痛 哈哈哈 就会很难过 还有没有 好 上个月我们的失业力大概是3.66 创18个月来的新的地 OK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就可以参会了 因为就业如此的 就业如此的 美好 那我们就不要再讨论跟议题 台湾3点多 相对于欧洲的 12点多 14点多 16点多的失业力 我们应该不成问题才对啊 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还来讨论 就会促进着艰难跟处犯呢 所以我们就先掌声的欢迎 这个周杰老师来跟我们做 这个议题的表演 好 非常谢谢我们友莲秘书长 那成都友莲说的 其实我们相识 已经超过20多年 超过25年 是一个非常深的缘分 那事实上我本身是劳政第一届实习生 我是在台大就念研究所的时候 社会工作研究所 然后呢 我们叫硕士班要实习 然后那时候老正还没有开放实习生 还非老几支 对 然后我就想要去那里实习 所以我的老师说 你就跟他们谈 你就自己去谈 后来就谈下来了 所以我是第一届实习生 然后第二次我就去了妇女薪资 对 那我很难过的是 这一次不管是老正 或是妇女薪资 都认为我们的老基板凶恶 就是其实有点 就是其实没有朝一个进步的方向 那基本上其实是给了妇女弹性 并不是真的是在保障老公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缘分 事实上这个题目 叫就业出境的艰难与厨方 不是我自己定的 是他们定的 那本来还交代我说 周老师 用科普的方式来讲 那讲的很简单容易懂就好了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前几天有没有机缘到立法院参加工厅会 那那个工厅会的主题就是要检验整个台湾的 整个就业安全体系 那也很难得的各部会 包括劳动部的政务市长国发会 这是代表的来了 然后地方的这些各单位劳工局也来了 陶渊市劳动局也来了 而且是主地高阶的主管来 很难得 那其实劳政未来会陆续再开两次到三次的工厅会 那的确就像刚刚说的 如果我们只一直陷在失业率的迷失 而忽略了我们其他很多的问题 包括长工时低薪 如果工作机会不好谁还要工作 我为什么会从社工转到劳动 劳工的意思就是我发现我们社工通常都说是住人的专业 可是我当时又发现 其实常常我们在帮助这个家庭的时候 其实就业跟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所以我在1991到1994是在念硕士 那94到96我就去新北市劳工去担任公园 那其实我是考上高考 但是我选择到地方劳工行政 就是想多去继承一步 所以今天也会跟大家就是介绍这一路的一个努力 所以其实在今天也是很有趣的 这个叫穆德咖啡 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朋友里面很多 其实都是蛮有思想的 那事实上我个人也对哲学也很有兴趣 所以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 就去上了哲学原生的课程 所以然后我今天要来呢 我刚好也跟我们学校有一个哲学系教授 叫谢士明 他也来过这 我也跟他讲到来这 他跟我分享一个讯息 表示我们的思想真的是有一次在前端 并不是世界上不是没有人这样想 简单来说 他说在美国Georgia University的哲学系 有一位所谓杰出教授 我查了一下他的1950年他大概是几岁啊 现在2018 68岁 他要参选美国的就是议员 然后他的诉求就是要求 政府应该要给想要工作的人就业机会 那不一定是从私部门 可以从就是其他的方式来创造就业机会 而且要给他适当的薪资 然后透过这样子一个机制 就是一方面要带动民间部门挑战薪资 这个是他跟我说是政见的唯一诉求 哇 我说嗯 因为其实你们可能知道 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 其实低薪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一个结果 甚至150年前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的主题就讲了 全球资本越发展 劳工只会越贫困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 他并没有依照我们的宪法 适当的保障国民想要工作 可以给他适当的就业机会 或给予他适当的薪资 其实对我们国民来讲是 他并没有履行跟我们之间的约定 所以其实可能各位也很喜欢一段话是卢梭 卢梭不是这么说 就是在法国大会议 其实是对他们的整个思想很大有不起的 就是什么 我们人生而自有 但是我们却无处不在智库之中 那这个智库 事实上就是我们所处的总统制度 我今天会跟各位报告 因为有人邀请我去参加这个立法院工庭会 我就觉得有点责物旁贷 因为我在学校多年也都教就业安全课程 那其实我们历年高考劳工行政一科就是考就业安全 所以其实这个一直都是重要的议题 那最近我也从两三年前开始在我们学上开高龄社会的课 因为我就注意到这个趋势 我们势必要趕快教育下以来 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可能做大家方便化 我们这样讲 那我尽量把这个安装导 然后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然后呢 今天大家如果关心 包括AI人工智慧 对未来工作机会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也就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应该怎样来因应这样的趋势 不要让大家活在实业的恐惧里面 这个国家应该怎么给大家希望 我们应该把这些新的科技发展 当成我们的一个未来的机会 而不是一种一种恐惧 所以呢 其实我个人呢 可能会从我跟友谊 或是从我个人这样的养成过程 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基本的价值 就是支持一个国家要有去发展 然后呢 劳动要有尊严的劳动 那劳动可以要人性化 劳动不是商品 那其实如果劳动作为一个商品 部主要提高他的利润 他就要量低他的什么薪资 所以今天我就会跟大家讲 其实台湾这四十几年来 从1990到现在 我们经济不是没有成长 经济一直有成长 可是呢 分给劳动的报酬却一直在下降 1990年我们的这个GDP里面 有51%是分配劳动的 但是呢到现在只剩下43到44 所以其实是说 其实部主他其实不是没有赚钱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这个国家 像最近这个态势啊 我觉得整个国家的治理 我个人是认为他有偏向的触发 对所以那我们也不得不站出来 我觉得应该说一些话 好 那另外就是说 我也跟各位报告 会非常具体的资料 来跟各位分享 整个整体的劳动状况 还有青年 暮女中高龄跟高龄者 我为了准备这个资料 这两天敲那个电脑 敲到手有点 好像那个怪怪的 不太动得起来 然后整个政策医力的先行 跟问题 还有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跟各位分享 我曾经在台南西港 西港 我乱过一个实验计划 是有关营法劳动 跟这个世代合作的一个 社区经济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从无道理 创造出去的经济 那我基本上目前是在学校任教 那我学校有个高龄研究基地 那我是负责劳动的能力 发展主的教级人 那我个人目前其实也担任 劳动部中奥营作业专法 立法小组委员 那跟各位报告 其实我们整个立法小组 已经开过9次会议 那其实已经有草案盘准了 所以其实劳动部现在就是 可能他们还有一些后续的作业要进行 那另外我现在也是行政院的 社会福利委员会委员 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所谓 亲民合力 怎么样来创造社区的就业机会的实验计划 那目前已经盘点这个部会 在台湾很多计划 都是部会各做各的 劳动部是对不对 劳动部是多元培力计划 卫福部是什么 卫福部就是现在长照2.0 然后还有社区关怀俱点 然后乐林学习 中西是有关教育部终身学习 都是各做各的 最近还加上文化部 文化部也弄了一个社区营造的 怎么样引进黄金人力的这一块 其实他们其实没有补助 黄金人力是补助青年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部会 其实是分散的 所以这个国家缺乏一个整合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尝试已经盘点了 然后再看怎么样可以推出一个 国家级的一个有关 怎么样促进高领域的人力 然后也结合适当合作的一个实验计划 那这个还在言语中 那我其实也曾经去过 金服务会担任委员 然后劳动部的旧安基金委员都做过 那也做过高雄跟台南市政的副全会委员 那其实我现在也是 富与新智基金会的顾问 然后跟各位报告 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 其实新智也很不满 这次脑机把它修喝了 所以这有点令人难过 这是跟各位报告 就是其实我整个 其实我到国外是研究全球经济 对台湾就业关系的冲击 对博士论文 然后新智坊是晨铁为例 你知道早期台湾怎么成为外移吗 所以是写这样的脉络 可是我2000年回来台湾之后 大概在2005年 其实我在前几年都还是在处理这一块 后来我踏进了这个电子业 就是全球经济对台湾 对台湾的冲击 但是从2005年开始 我的指导教授硕士丹 黎花艺老师就邀请我参加 他的科技部的研究团队 所以因为这样做了6年的科技部计划 那我们的6年科技部计划 跟各位报告 这个计划蛮特别的 它是一个等于是 第一年做规划研究 它是等于科技部邀请学者 来规划主题 然后第二、三年 它就是等于对外要审查的 像审查的技术 然后做了两年 那两年主要就是要做这个全球性的调查 那2008到2011呢 则是做三年的社区行动研究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机缘 我让了西党的这个实验计划 民法人才被世代移入中心 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那时候立下来的牌子 我今天听说 其实前几天我就发现了 好像那个新北市政府 那个初 文初曾昌 前县长 他好像要用世代合作做他的精选指定 事实上我们很多年前 就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理念了 那等一下我也跟各位报告 其实国际组织呢在2012年的里 把他定为国力老化世代团结 所以世代团结 其实现在我们在推国力老化另外一个核心 因为过去其实今年的失业问题 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现在国际各个国家也都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可能各位有听过那个勇主司 穷人银行 他帮助了穷人这一代低利贷款 然后帮助他们脱贫 可是他发现哇 穷人的下一代接受教育之后 他没有办法顺利在秋叶市场就业 所以青年的秋叶怎么办 所以呢 他现在又推出一个能协助青年创业的机制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劳动市场 其实不止在台湾 但是其他国家也都是很严峻的 也不是台湾独立的问题 那2007年其实我也帮劳动部 一个高龄的劳动政策来提出 那我也曾经就是代表台湾 参加一些国际的计划跟国际的论坛 那我觉得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经验 其实在国际上 他们也觉得眼睛为之一亮 可以这样子做 我那次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我中午都没有时间吃饭 因为他们一直来问你啊 你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我也觉得其实我们也有很多 我们也不用太自卑 这就是我们看 你看1994 然后那一张是1996 所以我是这样来的 硕士下放 叶子飞 记者都很好笑 就是对 他们就找他们要 那这个是2008年 因为写劳动政策代理书 所以当时他们也开了一个委员会 所以能够就是有高龄社会来 你们就业政策提议 能够会知道这是2007哦 转眼就过了10年了 哇好快哦 2018年3月 我们已经正式进入高龄社会 能够会知道高龄社会的定义是什么 65岁以上长者的平均是要达到多少 14 太棒 14 超过14就是高龄社会 好 我们从1993年民国82年就进入到7 就是高龄化社会 所以我们从高龄化到这个 所谓高龄社会大概花了 24年 可是下一个阶段非常的短 也就是到20 我们是将近只剩下7年的时间 就是没有个人里面就有一位65岁上长者 所以世界各国要比什么 都是在比你有没有好的准备 还有你现在的现况跟体质 但是我们的国家我现在越来越害怕了 就是我越看越研究 我越看到这些 他们都只看表面的失业率数字 所以曾经我写过一篇那个Full Chapter 书籍的一张台湾的失业问题 在那个台湾社会问题的那本书里面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失业率不要变成政客 交给人民的一个数字而已 其实在失业率之外 还有更多需要注意的一些资料 需要被重视 甚至失业率很多是被逼估的 每个人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你们知道 刚刚有人说 现在我们失业率是来到 好像看起来近年很低 但是那是几次的结果 3.7 那可能各位知道 我们在统计上面 如果说你想找失业率 通常我们在学校长 跟学生分享 有三个要件 大家可以记住 第一个no job 你现在没工作 第二个你要looking for a job 第三你要ready to work 换句话说 你要同时符合这三项 你才会调到失业率统计喔 那这三项你看 没有工作 然后你要找工作 好 然后你现在随时也可以工作 这样才算 好 那以这样的统计 我们现在失业的人数 大概43万人 可是呢 这个是狭义失业率 我们都查一个叫广义失业率 广义失业率指的是谁 他想工作 可是他没找工作 但是他没找工作 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长期找不到 就不找了 那这个有时候 我们会用叫biscourage 就是泄气的或是确制工作者 这个在台湾有多少人 我查最新的数字是15万人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不能只看狭义的失业率 好我们老公市场 至少也还有15万的人 他其实想工作 但是可能现在老公条件太差了 他不想工作 他没有正在找 但是如果有适当机会 他随时会出来了 好 所以这里有15万 然后我也查一下 我们现在最新的 就是25到29岁 也至少大概有10万的青年 目前是处于失业状态 45到64岁的中高 里面有8万7千的 是处于失业的状态 我们有这么多人在失业 那到底这个国家 对人民失业有没有什么责任 当然是有啊 那他现在就说 我有失业寄付啊 可是失业寄付各位知道吗 很多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失业寄付你最常只可以领多少 一般是6个月 但是呢 对中高领或是这个 失业障碍者 你可以延长到9个月 可是你最多也只有 你保险寄付的6成 换句话说各位知道 我们的就业保险是在什么 劳工保险里面 提拨1%来做救防 但是我们的劳工保险 有没有顶 有没有天花板 有多少还记得吗 45800 45800 45800的6成是多少 其实大概2万6左右 那换句话就是 事实上他的失业组 最多也只有2万6 但是也一般就是060月 但是其实失业结果 在国际上 他毕竟是一个旧纸 短期的那个所得网障 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培育 他后续再就业的努力 这样他才有新的希望 因为你就会发现 事务上很多人 都会反复在实验 他并没有真正套出 这个实验的困境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看2007年 当时我就讲了 创造就业机会 12支引法人才运用中心 已满足年长者就业意愿的需求 好 那那时候你看 我们劳动部也讲 因应高龄化社会 老委会一定令高龄化社会 劳动真正来举动 但是呢 其实你看 欸 转眼 你会觉得说 他们并没有很 就是很完整的在推 然后 所以你就觉得成效 其实也不是没有 其实我可能 各位很快讲一下 可能有一点概念 其实我们台湾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 我们修了就业补法 把禁止年龄其实就哪里了 这个有没有 等各位了解 那我们目前的中高龄就业端法 也有我们这一块放进去 那其实你不能禁止 你应该要去推广一个 友善年龄的经常的观念 然后你应该要去promote 这些中高龄的人力或高龄的人力 它的优点好处在哪里 可以如何来运用 甚至促进世代融合 而不是只是禁止它 然后处罚它这样的方向 这样是没有效果的吗 这是一个 那另外可能各位也知道 其实我们家2008年 强制退休年龄 已经从60岁延到65岁了 所以呢 事实上 因为那个部分 其实老实说 我个人来讲 其实太串突 这个其实是一种 这个有路 这个有路 我还能不能乱讲 反正你知道了 就是国营企业的 就是老公听说给很大的压力 因为有国营企业的学生跟我讲 给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很幸福的 所以很快的就把 强制退休年龄 从60岁以后到65岁 那这个其实对国营企业来讲 它很容易安置它这些 较高利点老公 所以对一些民间企业来讲 它如果没有适当的就业机会 其实它多出来这五年 其实对老公来讲 如果没有适当的职位在设计 其实对老公的身心状况 我觉得必须多 而且一个国家在退这个部分 应该要渐进的来回动 这是一个 好 这是2008年 强制退休年龄的延后 那2009年其实我们就把就业保险 就业保险从60岁延后到65岁 也就是把适用的年龄 本来只有到60岁延后到65岁 所以有没有改定 有 所以这个的确 所以国家也不做的 我们还是要看病它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比较就是不足的话 其实我可能各位 今天我会带各位 看很多资料 让我们去体会一下 到底我们还有哪些还没做的事 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CNROM的 行动里的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计划 原来它其实是一个 融会的一个闲事空间 让我们因为行动研究 社区行动研究的一个需要 然后我就跟他们谈 所以我们谈到也生出了一个因 因为在地产麻油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麻油的这个 做一些褐色料理 然后也结合文石导览 甚至呢 在地也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团体 所以我们就把植物再设计 让那个长者来做皮雕的上色 因为身心障碍者可以做皮雕的设计 或是长者来做上色 这就是一种植物再设计的一个案例 那其实长者能够走出来 然后他一个是我的设计室 他一天是做两小时 也一天做四小时 他又都在社区里 所以长者很滑意 因为他就说 哎呀老师 你还不可以学来这样走 因为他觉得有这个机会 他不会整天活在家里 然后他都快要忧郁症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有长辈跟我分享是说 因为他来参与我们的计划 他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然后去买东西给他的孙子女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个是对一个长者 生命价值的一种肯定 所以其实怎么样透过所谓在地就业 这个其实是比较符合长者的需求 那这个后面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讲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刊是 2010年8月21年 所以那是自由时报 也帮我们做了一篇好大影片的一个报导 我们有40位长者参与这个计划 平均年约65.2岁 那时候就是叫 英法人才跟世代合作中心 那后来2015年 他又继续来报导 因为我们又聘请了 中高领位博士者继续业 然后我们除了控除必要的营名 就是捐出 就是捐出一些我们的收益 那现在在那边的经营 其实就是青年 在一定的青年 所以等于开发了他们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其实过去一开始 能会在合作的时候 也不想要能不能成功 但是呢 现在发现做起来之后 他把这个餐厅视为他的一部分 非常有认同感 所以能会会如果有官员去 他一定会带去餐厅 因为就把它视为是他们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民事新闻台 其实在YouTube也有 有兴趣的大家去看 这是我们目前的经历 就是我们基本的精神 就是优先采用在地的中高领 然后目前也有那个 所谓弱势者 就是因为弱势的工作者 其实在一般劳动市场 是比较不受到欢迎 但是我们在那里 我们让他做他可以做的工作 他就有机会 那甚至还有这种就是 中年丧夫 然后需要一个收入 这种理系 可以在我们里面找到工作 所以这也非常大 大家可能也有去报道 这就是我们去开 亚洲生产力中心 跟新加坡大学的会议 好 那媒体有一些报应 然后呢 曾经那个大爱 大爱电视台 他们我不晓得就是 就是我曾经也帮安可子牙 寫过一封 一个推出的推荐 叫安可子牙 你有听过这本书吗 引破 那个有字可能 引破这个 其实他也是一个 美国社会企业 刚刚我们有提到 我们那个 曾凶或James 他其实在天主教 国安基金会服务 那也很有爱心 那事实上 就是他有提到 我们的银行劳动 难道只能做低级的工作 当然不是 好像你退休你的过去的 十八八五一度都归零 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让他可以做一些 世代的经验技术传承 所以这个部分 的确是可以 要通过一些平台 那他这个组织 引破他其实是 每一年他会招募 他有一个基金 会招募大家的梦想 然后呢 希望你 就是中高0以上 50岁以上 你可以有什么梦想 那你要去实现他 他会给你一笔圆梦基金 这个是他们社会企业组织的 经营的方式 然后后来那个大爱电视台 他们有个人文讲 我也有去讲过 都会有兴趣的 看在那里面 然后后来 他们有个经典杂志 也是对这个退休的 养老性定义 有了 他们也希望 其实长者 不是只有依赖长照 而是能够有适当的行动 我觉得慢慢的 反而民间的观念 比政府还积极 反而就是民间还走在前面 所以我觉得这点 其实政府真的是不能再太被动 或许民间团体 应该给一些适当的压力 好了 很快的来 各位报告一下 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的新政府 包括现在联合国 而在主推永续发展的目标 最多这有听过 就是SDGs 那SDGs事实上是联合国在2015年 所公布的实际下 我们这个 我们讲说 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那其中的地方下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非常有关 叫促进包容 且有序的经济成长 达到全业且有生产力的就业 而且要让每一个人 都有一份工作 所以它有两个核心的重点 一个是我们的经济体系 是一种包容且有序的经济成长 所以这样子的经济成长 绝对不会只是什么 增加经济成长率 而是它能够注意 对地球的一个破坏 就是所谓绿色的这种生产 要为核心 然后呢 它也要能够包容不同的群体 就不只是纯粹的这种 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 而是能够对不同的群体比较高 另外呢 它也想要希望能够 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工作 达到全面且有生产力的就业 所以呢 事实上 那个时候在任白衣书的时候 我的一个构想说 Active Aging 就是活力狼化 之外 其实我们也推出了 叫Perdotive Aging 就是这个概念 有生产力的满化 在2017年版的时候 好 另外它目标12也有提到 确保永驱消费以及生产合适 譬如说我今天很早的时候我就过来 那我也邀请了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支持 好像有点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企业 到今天它聊到 好像他们这样的餐厅的经营 让他们唯一不能省的两个核心的成本就是什么 一个就是人工薪资 一个就是食材 那这个就是什么 有良的企业 就是有良心的企业家 那我们要去消费 我就要选择这样子的地方去消费 来支持他的理念 那同时就会支持他的受估者 那我会觉得 可是你知道整个资本主义的逻辑 他把劳动视为商品 那他没有办法 扩大他的利润的时候 他就是压榨劳工的薪资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么无解 这么无奈 怎么会将继是15到20年 就是所谓薪资动长 我每次讲到这个 我都会很难过 我跟我学生讲 你们老师 1994年我担任 新北市政府和工具的公务员 他说我的薪水 我知道现在薪水怎么样 那时候我是因为高考进去嘛 所以是5次的 就很快就跳6次了 我记得我薪水已经3万5了 硕士班喔 3万5喔 哎呀 现在20年过去了 好像还是这个水准欸 我吓死了 我觉得这样怎么办 但是物价房价 却是这样子的上升 你薪水都是这样 你难怪大家不敢生小孩 难怪生育率会下降 难道是大家不想生吗 不是 我常常跟我学生鼓励 因为我自己养育的孩子 现在是博中一年级 他已经173公分了 我们小学参加三年的田径队 是这样训练出来 我觉得养育一个小孩 对人生有很多的成长跟学习 其实是很有趣的 不要害怕生育 但是大家会担心养不起 所以这个国家应该要支持 大家来勇敢生小孩 而不是什么 去创造一些口号 那时候不是在副口号吗 我想说这个是怎么了 然后为什么老师做这些奇怪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生小孩的事 二度就业部也有同样的困境 今天我也会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妇女25到29岁是高中 之后就一路下滑 韓国跟日本 事实上他们对二度就业部 大概从40岁返回职场的时候 就开始往上升 表示什么 国家的支持性措施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一个妇女离开职场 她因为生育 结婚生育离开职场 她要反过去本来就更困难啊 那你国家就更应该要给她一些支持的措施 而且是有效的措施 怎么都做不起 也在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概念 是国际劳工组织 也在2013年推出了所谓尊严劳动 尊严劳动的概念 它的英文叫做Distan Work 或是Distan Job Distan的基本上呢 它特别强调了 其实另外它有一个概念 是叫做合宜的 它强调是劳资的一个平等 或是公平等 就是我们现在显然是倾向资方的 是对劳动不公平的 好 那它特别有几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就业机会的创造 或是确保 第二个就是Add With Earning The Productive Work 是吧 Add With Earning 就是合适的薪水 我们现在20年薪资 都动脏就是不合适 不足够 然后现在用年金改革 大家会不会恐慌 会啊 薪水都缩水 年金也缩水 大家都想要发展银马产业 但是如果我们的长者 一直觉得自己的薪水不够用 他哪敢花钱啊 對不對 这个整个经济体系 不是一个活络的 活泼的一个经济体系 所以我们很多的政策 内在没有协调 第三个工作时间 台湾也是很矛盾 今天我有帮各位 准备最新的资料 简单来说 台湾的工时 是全世界前五年最长的 全年总工时超过2000小时 而且我们有超过10%的劳工 其实每一周工时 都超过50小时 我看我孩子 因为我们也公立小学 我非常多的家长 其实七八点都还没办法回家 孩子通通送安清班 我觉得这个都不对了 这孩子都没有办法好好吃饭 好好接受家庭的教育 然后父母亲 你看他赚的钱已经不多了 送安清班一个月 至少要七千到一万块 那父母亲都很舍得 可是只好省自己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是很没有品质的一种 教育 可是我觉得这些父母亲 其实也是背货的 而且非常大多父 都很晚才能下班 这就是长工时 对家庭的女人不友善 所以包包可能都会知道 我们现在有一些留情的经纪 就是你也嘛 可是只有这个够吗 现在高龄社会来了 现在不只是托儿了 下一个是什么 托老 你们可能现在有很多女青人 我现在我这个年纪 已经要50岁了 我们父母亲 他其实马上还好我们家 家里都是有算还可以 目前不用照顾 但是万一家里有人有状况 我们会受到影响 当然会 这就是 有些人甚至就是 会有照顾家庭長者的离职 就形成中一年留下 所以我们在中高龄就业官法里面 也处理一个就是 避免中高龄并介护的离职 可是呢 现在目前的草案 今天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其实也只有转介长照资源 那当然我个人都表达不同的一件 我觉得这样子是没有实质效益的啊 你只是转介长照资源 不用你转介 我也可以自己转介啊 你政府要提供 就要提供实质的帮助 所以我就提出来了 其实我们的公务员65岁以上 好就是你应该说 你有公务员身份 但是你家中有65岁以上的长者 你是可以请示亲嫁 就是照顾你家中的长者 示亲嫁是没有薪水的 这是一个暗讯 另外呢 其实在日本 也有一个叫做借户津贴 你可以 它们没有很长 但是至少有三个月 是可以就是有知心的 能让你们完成 这些 这样子的一种 其实才实际 但是你知道 台湾的性别工作 平等法里面 家庭照顾休假 可是呢 我们的家庭照顾休假 其实等各位知道 是什么 死而不畏 它其实并不是试驾 那其实还是请我的试驾 哪是家庭照顾休假 所以根本它没有一个就是支持家庭 支持员工的这种非工作的 这种生活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都是很不太好的 你看第四就是 你看 combining work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人家是非常重视工作跟家庭 非常重视个人的空间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 那里的文化也是啊 你怎么会把工作时间跟非工作时间 都会不清楚了 这样子劳工长时间就是在所谓 互主的监督重属之下 这样是不自由的啊 我只有在当一个劳工的时候 我才是你的劳工 其他非工作时间 我是我自己啊 这样子才对啊 甚至其实早期喔 不管是凯林斯还是马克斯都希望什么 劳工到一个境界 因为可能有些自动化 我们的工时就可以缩减 劳工就是除了劳工的时间之外 他也有很多其他的生命的探索 很多自己的兴趣的人怎么发挥 结果没有 其实还是这么长工时 所以这个真的是文明的代价啊 还是我们的整个这个结构是有问题的 那后面当然很多工作 很安全的这些问题 好 那各位这张图局 你比较熟悉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这一张其实就是在里面测 我们国方会都会一个 就是推估值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在2017 18年 在这里我们到了14% 可是你看台湾的线是哪个颜色啊 线 线 所以你看到了吗 到2060我们又爬到了前30 非常的乱 当时候你看呢 你对照过来将近35到40% 好 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 好 这个是一个 另外这一张呢 是我们只说是有放15到64岁 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 现在已经在2016年达到历史高峰了 现在2018所以已经开始下降了 这个趋势是这样 所以你们可能有听过一个值 就是因为我们totally 大概会少掉780万的劳工 所以平均一年会少掉18万 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另外一个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我在学校 因为我也看高临的课程 就提出一个议题 让同学们思考 未来真的是一种劳动力不足 还是劳动力过剩 是 为什么 因为 AI 或是机器人替代 没错 所以过剩跟这个不足 其实之间还很难论办 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提早因应 我们有一个坚强的抵制 我们就不怕很多的挑战 这个是要处理的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生育 你看咱们从1985的生育一路 这个深蓝色1.8 碰碰碰碰碰一直掉 掉到2010年又是世界低 最低的0.895人 那目前其实好不容易是农年的关系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也只有达1.17 所以都是很难提升的 可是为什么生育力提高上来 光光靠一点点的辅助有意义 其实是没有的 大家不会问到为了多一点点钱 就去生了一个孩子 你知道小学 又有以前就是念小学 现在念佛 之后他会讲 老师有跟他们讲 养一个小孩至少要准备到门关 对 他们老师就是因为社会课都会教这些 那这个是我们的余秘 可是各位 你们可能过去比较知道是 我们平均余秘已经来到80岁 那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 其实我们在这个 就是公共卫生有另外一个重要概念 叫健康移居秘 你有听过这个概念吗 好 健康移居秘指的是说 它是不用 不会不是失能状态 是一种健康的移密 所以这个意义 对我们就练跟劳动 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通常你看 我们都至少还有什么 71岁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的劳动力的开发 其实是可以到70 71岁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其实也是锁定 一个健康的老人 当然失能的老人就不在我们的范围内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失能老人的 比例有多少 有概念吗 大概12岁 13 对 没错13 但是他一直说 有超过8成的老人 是属于什么 健康的老人 那事实上你们可能有听过 彼得布拉克 他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一个管理学家 他其实曾经讲过 未来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可能都要至少要工作到75岁 所以这OECD在2006年出了一个报告 叫做什么 Live Longer Must mean Work Longer 就是你活得久 你必须要工作也久 那其实这个是make sense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退休金制度 只是余命之急 现在余命至少45倍以上 好 这一张词 这张各位提示 感觉一下 台湾现在已经是2018 可是到20 这次比较早 2015 可是到2030 你看 什么全世界都快速人口感化 欧洲已经都是很深色的 那是super edge 已经都超过20% 这边是欧洲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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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美洲啊 对 这里是欧洲 对 对吧 对 对 就是这一周 時間地圖 對啦 看這個位子 新加坡在哪裏 台灣在哪裏 所以203年我們進入超高齡社會了 是深的 數顆類的就是超過20年 好 時間的關係我們就繼續趕快往下 這張是指台灣的 那事實上我們是今年全台進入超高齡社會 可是事實上在2010年很少 就有10個縣市已經進入了 換句話說來 桃園相對國一起 因為為什麼 桃園這幾年 有很多新競爭的外藍營口 對 就像美國一樣 美國有非常多的外藍營 相對的人口老化速度就降低 那台灣 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有那麼多空間引進外籍營嗎 你看大家可以一起來思考 我先買一個福利 所以最老的縣市大概是嘉義雲林藍營 台北市也相對比較老 這個都已經超過14% 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是目前新政府他提出來 1070國家發展計畫 所以他有兩個核心目標 公益社會跟幸福家庭跟我們是有關的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保障勞動權益 其中有一項就是積極促進國民就業 這個是政府所宣示出來的目標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看 那他們有沒有做到 然後另外他們其實也有一個叫做 求青年教育儲蓄專案 同時青年禮堂計畫 各位有聽過這個計畫嗎? 簡單來講這個是一個新政府的計畫 他其實主要是針對高中職畢業生 我講給各位聽 高中職畢業生呢 他其實新政府的想法是說 希望可以翻軟 新年就是從教育到職業的這種線性的發展 所以他希望高中職畢業生 你先不要急著進入職 先不要急著繼續升學 先到職場去工作三年 做一些職業的探索 然後呢 對 做職業探索的三年 那在這三年內 政府總共會放36萬 佔領這個戶口 就是大死逐年 逐月逐多 但是實務上 你知道實際上他們發現 每一年有五千 去年五千的名額 最後只完成了七百合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七百合 七百合 其實福委的這一筆 救安基金就是特別框了一筆經費 但是五千個只完成了七百 為什麼 所以現在沒有大學 就找不到房子嗎? 我覺得就是這個 但是這個意思 換句話說 因為他們大概是高職畢業生 沒有畢業前就會登記 要不要參與這個計畫 但是呢 一旦他們考試放榜之後 他發現他可以到台科大 到一些好的科技大學 他通常就會放棄這個就業 所以他也優先選擇繼續升學 所以台灣的這種大學的這種 繼續教育 就是對排過重學歷 這種概念其實是有問題的啦 那也是一個 不是很好翻轉的文化 老實說 其實可能各位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一下 世界各國七年的勞參與 就可以發現 台灣青年勞參與 是相對比較低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青年 都東東送到學校去啦 好像覺得古書比較有未來 可是現在我覺得家長大大 開始有一點不一樣的想法 孩子們也有一點不一樣的想法 包括大學畢業生 我們到這裡有一幾個 應屆的畢業生 其實我發現我們有些學生 不會緊責要念研究學 就覺得勇敢進入職場去體驗 而且現在學校 非常多在職專門 所以未來人與道指揚 實際去工作 有什麼需要在你回來進學 所以我們可以去做 好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好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今年還有五千人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一種 基本的觀念沒有發展的話 大概也很好 然後務司公我說 今天希望可以改善到一千人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一般的家長也不知道 對不對 對 都有各方面宣傳啊 之類的 你也不知道 而且沒有大學人做什麼工作 沒有大學人做 這個就有問題 你知道在國外 他們高中職畢業生 有的時候 孤獨還喜歡這些人耶 因為事實上 因為我先生在科大 他在高雄沒有學大學 他說其實 其實當中那種大學 其實很多老師教的是學理 他不見得有在高中職 好多很多技能的這種教學 他的訓練兩層背景是不一樣的 但是因為台灣人 各位知道 1994年 410教改 大遊戲 因為那年我也有學 都印象很深刻 1994年 那時候就是以什麼 小班小校啊 廣正大學問訴求 哇現在發現 我現在那時候自己沒有 完全找清楚 就不曉得 你看大學一路這樣擴張 現在已經超過 有沒有150座 所以現在 60幾 60幾 對 都不一樣 簡單來說 然後當這麼多青年 用學代 養了這麼多大學 對 然後呢 所以我們希望 新政他有一張服裝 希望他落實 就是降低青年的學代 就是歷史哪個方面 要有效的去講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 至少不要你還沒有進入職場 就背了很多轉 對 對吧你學代 剛剛那個青年 就這裡 他簡單來講 就青年 以勞動部的講法 是青年領行計畫 青年領行計畫 但是呢 其實教育部呢 他其實是叫 兒童少女 未來教育部發展 長度 講的都很偉大啦 那他聚焦是 在高中級別生 這樣了解嗎 36萬 這三年 對 36萬 那另外跟整個就業 還有一個相關的計畫 叫青年就業 在計畫 這還有在做啦 那個是補助的事 訓練費用 自負的部分 是嗎 其實就這樣真的是不夠的 我們希望有在歐洲留學嘛 其實你知道歐洲 為了要處理青年事業問題 其實非常有決心的 你應該叫 這個叫 Use Employment Guarantee Garantee是什麼 保證 你只要有就業醫院的能力 我政府要有Key 有責任及公益就業機會 像我記得沒錯 就是1997年 英國工黨上台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在英國嘛 我是96到2000在英國 其實我就記得 他提出一個New Deal 新政 for young people 那對你青年的人 他做什麼 他意思是說 你第一 事業不要緊 我要嘛 最後真的不行 我再給你事業幾步 可是在你事業幾步之前 你要先參與我 第一個 我再給你一些薪資補貼的計畫 就是透過我補貼部主啊等等 我讓你有一個工作的機會 第二個 他要你去民間被利組織 你不要荒廢你的青春 你去被利組織做生活的體驗 第三個 你可以回學校母書 政府支持你 真的不行 我們在你事業幾步 這樣子才是一種對於 我覺得一種負責的 所以我想 你去我可以再把他 這個資料 然後再找付給他 我就把他補貼 所以是一種保證 這種感覺是很不一樣 因為第三條路 大概2010年 都被新州主義 被展新州主義新州調 新州調 那個東西就 精神就不在了 對有點可惜 沒有錯 但全之間都不在 你要再直接把他版出來 你覺得沒有新的東西 就還是這樣 不過還好 我覺得某個程度 我們應該會對到 我們憲法 憲法基本上就是 憲法規範國家 跟人民的基本權益關係 那我覺得其實 我們應該還是要希望 政府可以在這一塊 做比較積極的一些事情 好 那所以在這邊的 我們各位來看一下 你看 這個是我們超常公司 你看 20134首次 其實是大概14年 是很長的一個公司 韓國2069 那其實我相對 把哥哥也找出來 然後拉上 那可能都會知道 像瑞士啊 這些國家 他們相對生產力高 但公司 但是他心智是很高的 我們應該要朝向那個方向 我們是長公司 並行 然後沒有生活 我覺得這個不是應該 不是我們要追求的方向 那另外 可能各位也知道 實質心肌動態 那這個有很多不同的表情方式 那可能各位看到這個資料 我後面也可以看看 這個實質心肌 都一直維持在你的label 四萬五十萬 對我今年的方式 沒有成長的趨勢 另外呢 其實今年的這個事業率高 其實我個人認為 跟高尾交易波的擴張 都很有關係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一條線 這個是關鍵評論網 提供不同年齡層的 這一個失業率 各位可以看到 20到24歲的失業率是最高的 那通常我們會這樣子算 就一個國家的這個 特地年齡的失業率 跟平均失業率的比值 所以各位可以算 如果我們現在失業率大概是四倍 對 那假設現在青年失業率是13的話 是幾倍啊 超過三倍 對 超過三倍在國際上 就是認定是青年高失業的一個狀態 那像在德國 有些國家 它相對大概就是 我也是在兩倍以下 所以它相對青年的失業 那青年的勞動參與 剛剛你各位講的 其實我們青年的勞參與 跟韓國比較像 就是屬於相對比較文明主義 所以就是會延後參與勞動 這樣子的時機 可是相對你會看到像 美國、加拿大 甚至一國 青年的這個勞參與都是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 也要翻轉教育 我們自己的這種 對教育跟就業的一些心態 好 那另外呢 剛剛有提到說 部分公尺的育育 我們可以發現 的確青年喔 偶爾部分公尺的育育 也不一般很高 那我個人覺得這不見得 都一定是不好的現象 因為對青年來講 他其實 職場體驗的性質很高 他也可先多多元的體驗職場 然後再把他勞進下來 好 那另外呢 就是說其實我就是要講 其實實驗率只是勞動學長的重要指標金 並且我們要強化 因應人口老大 跟機器人替代的這些 比較前瞻的一些趨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事實上台灣政府老師在想說 喔 我的事業率維持在4%下 事實上這條線一直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大概都是4% 好 除了2009年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高峰 好 2009年 那那一年的歷史的高峰也抬到5.8了 好 那所以可能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的失業率 你知道新政府在失業率 他大概預計要控制在3.7到3.8左右 但是這個我覺得 你只要經濟沒有特別發生什麼狀況 這個不難達到 甚至你政府又做什麼事情 大概也都可以達到 所以這不應該作為他唯一向能力訴求的一個勞動的一個成果 好 那另外呢 從這邊我要繼續跟各位講 我們一般 我發現 班員在報告的時候 都是講好的 一些其他數字他都沒有講 就是女魔鬼都藏在世紀中 所以呢 這裡我們要跟各位分享是說 其實我國的女性 20到64歲看 據高中子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 來 紅色的 咚咚咚咚咚咚 超過了男性 超過了男性 可是我們女性的勞參率 其實一直低於男性的 另外呢 可能各位也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個也是我們各個年齡層的勞參率 可能各位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從55歲開始 55到59歲 就明顯的低於韓國、新加坡 超過快到20% 所以這個落差是很大的 那為什麼特別指韓國 因為韓國目前的這個人口老化理論 跟台灣是接近的 他們也是大概14年 那可能各位順便有個了解 其實日本跟台灣 大概日本是早台灣20年 換句話說 日本大概在2006年 就進入超高齡社會 就是65歲以上人口已經來到20 2006年 所以他基本上是早了20年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我們很多 高齡、銀髮、商品 大概是從日本拿的 好 那我們2006年也曾經到日本 所謂去取經 去做一些人情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另外呢 各位在看到的是 在分年年成也是一樣 我們大概都是從55歲開始 就明顯的差距 當然我們 譬如說 我們60到64歲的母親 其實只有54.7 韓國都還有74.6 所以其實韓國的政府 很早就開始回應他的高齡就業 可能各位知道 順便跟各位報告 其實韓國政府大概在1991年 他的高齡化程度 還沒有到7的時候 人家就通過高齡就業出進來 我現在還沒有找到 為什麼這個歷史飛機 可是他們很早就開始回應 好 那台灣你知道我們現在是2018了 我們現在草案終於 算是已經到一個段落 可是呢 事實上 10年前 我們寫完那個白皮書 的時候 就已經有做這個建議了 可是當時 勞動部 又找了 就是又做研究 又說不用定 所以你知道 這政府就是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就是 很多原因 又做破驗了 好 你看 工時過長 我給各位找來 其實工時過長 其實他的定義是 每週經常行工時 大概50小時以上 定義為 受阻的工時過長 其實呢 在這裡可以看到 超過改變至10 都是工時過長 男性又比女性 又比女性 然後呢 同工也不夠補充 我們男女的薪資 和自己的過程 然後呢 其實可能各位 這個女性比較熟悉的是 方形設備的發展 我們整個高高速的人口老化 我們缺乏足夠的準備 可以移民 所以呢 這一張就是要證明 你看 我們台灣 25年 後面只剩下8名 跟新加坡是一樣接近的 他們也是大概8278 所以我們後面都是非常短 就要進入超高的社會 這不是這個 這一張的正確 那這一張呢 主要要給各位看 我們早期台灣 還在後面 100多個 就是我們的高齡化程度 在2010年 我們已經進步到47年 所以是到2020 我們就馬上跑到第二樓 所以就證明什麼 就是表達我的高齡的 這個高齡的社會的進展 其實是非常快速的 相對其實國家 真的是要很夠積極的 那這一張呢 其實是讓你感受一下 不同60年 一百零五年到一百五十年 整個形狀 我們一起看一下綠色 這是一百零五十年 你就會發現 上面是高的 下面是小的 好 這是一個大國人的形狀 好 所以呢在這裡呢 其實這邊是 大家也常用的 勞動餐飲 你看起來 沒差多少嘛 台灣跟韓國也只差4% 哦 因為新加坡差比較多 可是你看 跟日本也只差1.2啊 看起來 我就像有人剛剛說的 那你說歐洲國家 比我們失業率還不到4耶 那義大利是1啊 那大國可能有時候也是10% 那能這樣子比呢 要看它更細緻的勞動市場 所以呢我們各位進一步看 45到64歲 這個是我們舊組長定義的中高率 好 台灣62.4 韓國75 新加坡也有77年 一字的680.4 所以你看我們這一段 也有多大 45到64歲 好 那就業率來講 你看我們55到64歲 就會明顯更明顯的 有多大 45.8 那個71.4 韓國66.4 那這個都是那個官方的一個 統計 所以其實都有一定很大的正確性 好 65歲以上也是差異很大 我們台灣8.6 韓國也有31年 女性的老參與也蠻有趣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般我們都講 哎呀 台灣女性的老參與很不錯 50.8 甚至大雨 媒體會這樣子 或是老公會這樣子 優於日 但是問題你來看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深藍色的 就是我們台灣 它其實是什麼 25到29歲達到高峰 之後就一蹦蹦蹦 然後縫落 homem俏 下廠 來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是日本 那這個是杏很遠 你們會看到他們也下廠 看他們上去 有 在40歲開始他們就上去了 那這兩個國家 他們其實對於他們 XL江戶層 都有很多時убли的政策 甚至有很多社區就業機會的 這種 供奴 媽媽 都外出就業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措施 支持跟辯包 這樣所謂的趨勢 所以我們都一直沒有形成那個X 就是一路道地之行的發展 這是一直我很在意的 我們長期會關注性別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很難過 那其實這個現在不解決 未來就有什麼女性毛孕獨的問題 為什麼 你們可能知道我們國家的女性毛孕 平均雲一大於男性幾歲 沒有歲 多一點 多一點 那可是我們國家的老年經濟安全 主要是就業為勤體 是以勞保跟這個勞工退休金 那你都要以就業為勤體 那你叫女性的這種就業的歷史 相對男性要來不斷 所以他有的是國民年紀 那國民年紀額不非常遠 所以呢 事實上女性相對她的老年經濟安全 其實她的保障是相對比較不停的 好 那這一個是所謂 LEVEL發展趨勢中的世代正義 哎呀 我為什麼要在學校開一門 課價高齡社會 老人課 大廚部 研究所也有開一門 好 那事實上就是我注意到 我們應該教育這個世代的年輕 這其實我很高興 今天我們很多年輕朋友 我覺得真的是需要我們這一代 我需要讓你們知道 你們未來面對的一個社會 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你們的挑戰是什麼 我有跟我的學生說 其實大概在105年 這裡一個例子是什麼 就是老年人口人數已經跟15歲 小人口人數一樣 甚至是老年人口數超過了 換一個角度講 過重陽節 比過二重節的人數來比 所以這個是2016年的時候 好 那在這裡什麼叫世代比 我們往下看 我們現在大概5.6的工作年齡前後 要有五位65歲以上這樣子 可是那150年只剩下1.3人 我常常跟我學生說 哪一個比較輕省 我們常常有一句話說什麼 分攤的餓是輕省的嗎 還是身體上然後又有一段話 簡單來講 其實它的趨勢是這樣 那當然多一點 能分攤會比較輕省 好 那另外一個 現在如果我們僅在長照的制度10 那可能各位不曉得一下不了解 我們在健保體系裡面 65歲以上長者的支出 大概是一般平均值的3倍 好 那換句話說 當我們的長者的比例 長生到20 那健保是不是占到60 不是 哇那很可怕 但是健保不會憑空伸出經費啊 所以要怎樣 就從工作人口裡面 欠很多繳納費 你們已經賺得傻了 卻還要繳得多 那是對嗎 當然不對 所以這裡面有些世代正義的問題 甚至也會擔心說 是不是能夠領得到你的退休金 好 所以這邊很快的可以看一下 未來其實工作年齡人口就是少掉這裡 783萬 但是相對65歲以上人口多的是台灣 趨勢就是這樣子 好 那在這裡呢 是講到其實未來整個中高屏的人口比率 目前其實是暫了40年 未來也會要50 好 咱們繼續講平負差距 好 平負差距呢 其實就是除了從 我們來看啊 我們可能知道這個五根位法 最高20%跟最低20% 那要我後來拿掉 我想大家可能有點概念 我們現在的平負的補助大概是多少 就是最高20%跟最低20%大概差幾倍 大概有概念嗎 一百倍 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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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講的有呢 就是如果是最高的10%跟最低10% 可能有可能會達到一百倍 所以曾經三周出了一個叫一個台灣人的世界 就是指說 其實現在選了兩極化 所以你用10%跟20%是很辣 但是你用前10%跟最後10% 甚至現在有一種比法 是前1%跟後面99% 我曾經看過一個統計 它是說全世界的財富 就是那幾個一半以上的財富 都只集中在幾個人身上 我記得現在好像本來是超過100% 現在我們只剩下38個人 就少少的人擁有一半以上人口的產業 所以 是是是 所以其實那21世紀資本論 其實也是無解 它其實講說課資本重稅 問題是你們可能知道 我們課哪裡重稅 它就逃到別的國家去 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有些務實的做法 因為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 就有很多的必定 譬如說它很多的生產成本 包括它的失業問題的東西 都是外部化 但是所有的好處都內部化 包括它要照 譬如說要有公路啊 郭台銘要做什麼 政府就要幫它做什麼 那一些都是大家的公共才去支持它 但是它賺到的錢都是它賺的 這個是不合理的 甚至它的 譬如說 今天我甚至看過一個職 其實像富士康跟Apple的這個生產價值 富士康員工所的這個 一個單位時間的這個所得 我記得大概就是 以Apple的員工大概64萬美元 就是在一個同一個時間 但是富士康就是少少的 相對來講是什麼 如果只是做代工 其實沒有什麼價值的 其實價值都是在那些什麼 設計 對 對 所以我們要知道真正的那個 賺錢的地方在哪裡 那這邊主要是要跟各位反應 其實我發現 可以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第一個問題就是女性 這個最低所得的部分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女性在低所得 單單戶長比率很高 所以其實這裡面有很多階層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 你看喔 就是女性戶長比率45% 之前還是有34% 就是裡面可能有很多女性單戶 但是屬於低所得的部分 這邊喔 到底有沒有下格 有沒有問題 我們看過 我整理出來 我們超過107萬 65歲以上長者 你也所得少於20萬 世衛的人會覺得不夠用 覺得不夠的費用 只有多少 12447 但是還是有25%覺得不夠用 然後呢 另外一個這個就是 最低20%就是 最低的那一層 有44% 是屬於65歲以上長者 換句話說 65歲以上長者 墮入最低所得的部分 是最高的 另外呢 有沒有這個兩代同行的問題 我們剛剛有說到 看一些這個的書 他除了貧困世代 也除了下流老人 現在已經有第二次 我們知道 下流老人 我也有幫你推薦 那時候我們也在說 要直接用這個詞嗎 但是主管真的就一直說 欸 浪小 這就是因為他是個 當貨人的概念 好 那在這裡呢 其實幣連兩代同行 其實就是涉及到青年 所以呢 我統治過 又整理的資料 背負學代有數 畢竟100萬 而且月薪不到 2萬 6人 這個就是2萬元 有2.6萬元 我佔了10% 3萬有113萬 4萬有171萬 所以換句話說 有高達190萬 比年輕人月薪都不到4萬元 所以其實年輕人的薪水 真的是不高 好 那這邊呢 其實我要講說 我們的教育層度越低的人呢 他事實上依賴的這個 老退跟老早的比喻 其實相對也會比較低 所以教育層度高的 他找人就是 會早一點退 好 那教育層度低的 他其實會相對比較晚退 其實有聽懂這個意思嗎 那句話說 其實在這裡 有很多階層的問題 他很多 他其實也要繼續做 一段的生活 這個意思 好 這裡也是 65歲以上 也只有20%是靠 勞保 或勞退 大部分還是依賴子女 跟社會救助 好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整理出來 我們412萬 目前有工作的中高齡 有136萬人 暮想停止工作耶 那你們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有強制退休的制度 強制退休制度 是對誰好 你 其實基本上 當時的講法 就是一個清晨代謝 那其實 勞工部的講法是說 其實過度可以不要發動嗎 是有沒有 實務上發現很多的故事 過去是60歲 現在是65歲 就會要勞工自動 就是等於是 就要Curls 就是應該要 時間到晚 才退休 對吧 65歲 所以在這裡是講 我跟各位報告 1986年 其實美國都被整個 這樣子的退休制度 所以強制退休制度 一樣是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不是 不可以被改變的 這個都是一個人為的制度 那我現在認為 我們剛剛有搭配 我們那個健康平均比例 是少了71歲 所以我們其實未來可以 可以逐步修法 把強制退休年齡 五年後到75 可以逐步吻後眼 最後再一輩子 我是覺得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是我到59歲 不想停止工作 也有33萬 60到64歲 有22萬 然後比較有機會 特別要注意 你看 教育程度只有 國中級以下 60萬9千人 不想停止工作 我覺得其實如果 我們今天面對的工作 如果是一個好的工作 其實大家就會想要繼續做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 勞動市場其實並不是 非常地友善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 教育程度的大概以上 其實就更少 就28萬人不想停止工作 然後呢 其實六千沒工作 也有29萬6千人會想想工作 所以就業機會的創造 對一個國家來說 重要 重要 這些都是什麼 民眾有待滿足的需求 所以政府不能夠只注意什麼 失業率 他老師說 欸 民眾沒有正在想工作 其實不是這樣子講的 在統計上面 他現在要looking for a job 才會定義為失業者 但是實質上 我們可以發現 他有些調查會問你 現在沒有工作 但是你會不會想工作 所以還是有人想工作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創造出 適合的就業機會 就能夠讓更多的人 可以到勞動市場 好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2004年那時候 就是我們2002 有很多的那個 就是網路號碼號 所以那個失業率上升嘛 所以我們有一個200億 公共不破大就業機會 所以那個計劃 因為公務部門提供了很多 就業機會 所以呢 我看他們後來的提供報告 有28%之前都屬於非勞動力 換句話說 然後這一些非勞動力 就是之前沒工作 但是因為什麼 政府有這些氣況 他就冒出來了 我媽 對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業機會的創造 對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覺得是應該要好好面對 那職務再升級也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發現 中高齡有很多 其實會因為體力不堪 升任工作活動局 將近有18萬5千人 那會恢復工作者有10萬6千人 那當然那個 就是有一個基礎是通過場所 歇業 無業務的緊縮 好 那另外呢 這邊我想丟出一個問題 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 我們的政府 已經有點怕老團來抗議 那當然有聯的老政 跟其他的老團不太一樣 他會比較理性的訓練對一些異議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目前這個國家 我們的部分共識比率其實低於302 但是我們相對卻是世界的長公識 好 那我曾經 那我曾經 啊 沒有 部分公識的低低 喔 部分公識的低低 我們在台灣是 你看你中間有限 30小時以下 你暗 未滿 一週公識未滿30小時 對 對 只有3.2% 那在這裡呢 其實我們要追求是一種安全彈性 換句話說 其實尤其很多的女性 她其實是希望可以交給平衡工作 跟家庭的就業機會 所以像荷蘭 因為我曾經有住過荷蘭住宿家庭 他們很多的女性就是用部分公識 但是她這個是搞公希望這樣子的一種就業形式 因為有助於她平衡家庭的需求 那其實也有很多像我也曾經遇過護理人員 他們其實像有人今天有跟我分享 其實台灣有將近26萬的護理師嗎 是有執照的 但是實際上有超過10萬的人沒有成業 那是他們不想工作嗎 其實不是 那就來跟我說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設計出這種 就是比較好的這種工作條件 是用部分公識的還是什麼樣的方式 他們會希望有機會返回勞動市場 所以你們說穿了就是什麼 我們如果一直是長工時 然後又低薪 那當然大家過得去就不要工作 但是裡面還有很多人想工作的 好 那派遣的勞工人數其實我們也 我們還沒立法 可是我們也有立法 所以其實也不是立不立法的問題 其實有立法反而是對我個人的見解 其實是對派遣勞工的一個適當的膨炸 我們應該找這個方向 那其實也沒有立法 我們甚至工部門 自己都用很多人用來解 好 那另外我跟各位講 因為我今天那個分享10個勞工的 就是外勞人數 你會看到 哇 你看到以下報 我們的外勞人數一路往上升 現在已經要披進70萬元 含家庭的部分嗎 對 這應該是含家庭的部分 對 好 家庭康務工也將近25萬 我們不是要發展 美國照顧服務產業嗎 我們一直還在引進外勞工 好 那另外呢 我們如果一直引進外勞工 怎麼樣改善台灣的異性結構 可能各位有學過 或聽過勞動經濟學嗎 薪資怎麼決定 這種勞動的需求跟什麼 勞動的供給 對不對 我們這裡有經濟學的老師 對 這兩條線會決定他的薪資額度 但是他有異性的勞工可以替代出 他為什麼要提高薪資來招募員工呢 對啊 所以這個裡面有很多內在的勞頓 對 所以政府既然又要對處理低薪 但是呢 你又如果沒有去把這些做適當的把關 那你一邊想說要處理低薪 一方月你又一直放過 我可以用低薪嗎 那這樣真的是遙遙無期 好 另外呢 我也找出一個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哎呀 我們那個什麼外籍勞工的掌控 其實很多都被媒發生 欸我們還是在安全範圍內 什麼安全 你要看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那至少我看到的這個資料 我們台灣目前的外籍勞工人數 在2016年那時候才62.5 就已經高達5.3 其實你看日本跟韓國 人家都還維持在1-2的測 好不好 所以這樣是不是很明顯 我們的外籍用的多不多 好不好 這會是一個很明顯的資料 好 所以呢這樣子的話 我們今天看操場公司 心事動場 新年高實驗 好 還有這個因應人口 內部的這個性格 都差異大 然後呢 又你看又這個 所謂高齡社會的所謂意義 太過 失在正義 頻度差距 那彈性 因為我一起 它叫做安全彈性 到過來 是有安全 但是有性的彈性 好 那政府呢也沒有適當的決心 在外國的控制上面呢 其實做一些控制 好 那對低薪 並沒有後輩的生殖性 是有傷害的 好 所以呢 保護搶機的關係 最後就很快 跳過 簡單來講 我給各位分享一個關鍵 我們今天看台湾 這樣子的信號 其實國際上面 對於人口老化 具有很多的經驗 主要有3個P 蠻好記的 3P 或是4P 也說2P就是3P P一個P就是人口 那人口就是所謂從生育 跟移民的方向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 政府也在做的 譬如說 嫂子裡 或是移民 你們可能知道 我們最近突破一個 攬財方案 那那個是針對 來臨外貌 那不管你來臨 來臨 你都是什麼 從移民的角度 甚至勞動移民 這一些動勢 可是呢 這個都是從人口的角度 我要跟各位報告 國際上有非常重的是 勞動市場 是叫Pathistation 我們剛剛 今天對外面的影響 那我們哪幾個出去呢 勞動參與率很低 中高齡啊 高齡啊 還有很多高學歷的女性 二度就業婦女 都很可以開發呀 為什麼的這些人 都比不上那些外貌嗎 當然不是啊 對吧 所以這邊其實應該 要先去處理的 另外一個是 勞動生產力的提升 這邊就會設置到機器人 直接應用 那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大家不會有興趣 我跟各位分享的 這種機器人應應 對未來工作的影響 那這個是國際上面 對活力好壞 參與健康的安全 高齡友善城市呢 其實也非常重視就業 Civic Participation 台灣全部在這些指標 就是落後 他們是從55歲開始算的 可是我們剛剛的獲品 是從55歲 所以人家是麻編弱 就面對那個問題去調整它 我們是不一定要面對 好 那這個 這是我之前也要用的白衣術 國立的老化 宣產力的老化 他朝有散指場能多元抉擇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也規劃了 這個武大的這個策略 跟設立一個重點計畫 那後來勞動部是把他 放成事實事業的講理報告 那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想就跳過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一些利益的修法 好 這個各位看 羅發會 會就有點像行政院的這個領考會 那它是1060到1090年 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致敵外國專業人才專版 擴大貨跟領法合同參 欸有這一圈了欸 欸 可是外發業實質上面沒有什麼 好像沒有實際的作為啊 甚至我跟友聯在公聽會 我就提出來 政府講 他每一名要提供中高人 十萬個就業機會 然後呢 二度就業婦女要幫助連萬人 可是我們兩個就說 哇你這樣子講 你都感受不到欸 好 如果你只是來公立就業婦機構 找工作這些都算 那哪算呢 他只是搞不好現在有工作 也來找嗎 所以他怎麼算 他還沒給我們清楚的說 我們的交代 我們知道了 以後再給你們講 好 那這個是我們那時候做科技部的 全國性的調查 只是要說 只是很多人還是想退休後再工作 很希望有薪水 然後而且呢 其實是想要堅持工作 但是你知道現在我們遇到的困難 現在政府講到部分工時 講到這種堅持的工作都很燙 因為他們大老闆還抗爭 所以就不敢面對 所以現在也這樣的僵局 可是我們跟他說 其實周高齡自己也希望 可以調整一些工時的規範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依據喔 但是他還是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政的體系 已經過度保護自己 那其實這樣子不對的 因為他們做很多公園啊 我覺得公園是國家的公園 也不應該有政黨的分別 他們應該是要被人民服務 然後他也不是只是為了保護自己 但也很怕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的國家公園 都是這樣 我們這個國家真的沒有習慣 那另外呢 退休後想要工作的也有很多朋友 然後我們也 我也用了那個 許下誘導的那個 他也發現 其實像日本 這些國家 他們希望再工作的原因 就是希望有一個收入 可是像在瑞典 他們的保養經濟安全交易有保障 他相對因為 所以需要有收入的比率就比較低 好 那不想停止工作 我剛剛已經都會講 超過150萬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當時的實驗計畫 所以不夠用的比率全部有40.3 西港的適時圈 所以當時其實是像這樣的一個 閒置空間是長這樣 對呀 欸你沒見過嗎 沒有去 沒有去 你有聽過 我上次在文社的 對 那你今天可以看 就長這樣 這之前長的樣子 對 然後這個是我跟社區開會 一開始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家裡有一點事 我在嘉義還是又要去砍 然後想到又想 可是後來沒辦法 就已經答應要做了 出訂了輔助 所以我們就召開了一個社區的會議 然後呢 後來這個把它做起來 那時候這個你們知道 它就是當時的副建黨員所做的 然後他們的門會總辦事 還有一些 這個時候有辦法 好你看 這是武力的被 引法認財師帶來不夠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是用工夫去做的 那當時呢 事實上 這裡的紀錄片 我們就幫你倒過 那我就是開發這四類的社區土點擊 那總的平均的明明是65% 好 那當時我們也做了一些指揚的 他們的一個調查 態度跟長門的比對 我那時候找111的 立體銀行進行長跟我們回過 所以可以發現呢 我們的實驗的對象裡面 有較高的反對精神 較高的指使能力 跟我們比較見向樂觀 在整個這個長門的對照上面 這樣去世 那整個實驗的 到時候發現他們有 改善了經濟安全 提高的社會參與 那也改善了生活 可以解決得到自己的健康 那這個是我們那時候 就互動了一個阿嬤 那你看 這個時候他們在做 比較像社區的 而且很多都是女小 我想大家在推動這個 也好 不過應該有比較多的經驗 就像我們講的 幫阿嬤找的更快樂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也講出 用餐也是做公益 類似這樣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做的 世代交流的 一些活動 那這個是也有一些 地方跟那個採訪 那後來呢 你看 賴清德社會局局長 也都有來參加 我們的一個計畫 這個都是第一版的 這個計畫 後來我們又改造了 所以一個計畫開始 慢慢它就是 會有一個方向對 然後慢慢長 所以這個是用那個 一些武昌 就是 他們有一個名字 我們叫招康門 就是 一些 裡面有一些道谷 還是什麼的 閒置的廢棄物 讓它做新的改造 的利用 然後 也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 異象營造 八點一 對 這樣放大起來比較漂亮 現場有沒有人 大概在那裡放大 所以它基本上 是一個公益型的社會企業 那其實 這個只是一種例子 其實我們未來 還希望可以做很多 更多社區就業 其實我在日本 泰銀髮園 他們其實 長者可以做很多事情 有那麼短期期的 但是也有些經營關係的 那他們譬如說 有些可以修他的職 就是傳統技術 好 那這是世界各國的一些 銀髮特業的案例 我們都不要認識 好 那最後我想要講 就是說 其實世代 我們會一直很有負擔 所以我們已經最近 設了一個台灣銀髮 世代有多協會 所以我們居然是 有在我們的團隊裡面 那我們慢慢希望去鼓勵 這種世代之間的 合作跟連結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50到65歲這個世代 其實在經濟學 人只稱為海民世代 為什麼身為海民世代 你知道海民是 把很多的資源吸起來的 就吸得飽飽的 那其實是可以這樣理解 那方面我們要把它弄出來 簡單來說 其實台灣的經濟 大概在1960到1980 快速的發展 然後那時候的 其實房價什麼 各方面都是主義的 後來才股價下降 然後我們就繼續老師 對 然後呢其實你知道嗎 我發現 其實像台灣的債務 已經並利的上限 你知道我們很多都是舉債 度日的 好但是事實上 你知道我們一生下來 我們什麼都沒有 因為這個人不喜歡欠錢 但是呢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背債 我們在每個人身上 背多少債 將近24萬 就是把所謂國家在 區域處理全國的國民 我們每個人都至少 背23到24萬 所以我是覺得 世代之間的理解很重要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看過一本書 叫笨蛋 問題處在四年級 有一本書是這樣 它四年級指的是 那個就是 1941到1949出生的那個世代 那最怕是他認為這個世代 很多都是屬於高階 然後目前裡面退休 然後很多其實是可能 影響了下一代的發展等等 他有很多的案舉例 這個書很滿有趣的 那其實曾經有做過調查 老人的工作機會 不是老人覺得 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他也希望經濟無疑的生活 所以這都是一些世代的概念 所以呢其實我想最後 就是這個人 大家大家認識他 愛恩斯坦 我還蠻喜歡他的 剛剛他一直說 Strive not to get success but rather be of value 就是說 然後其實每個人 不用做什麼偉大 而是你可以做一些 你認為這本群有價值的信 那我覺得其實 我們的國家其實有很多 基本 所以不然國家跟人的關係 可是顯然我們現在 在整個資本主義的一個 這種賣戶下 那台灣又非常的幼奇 所以是自由主義的 就是所謂比較這種自由主義的 方式而不是國家資本主義 那我覺得一個政府 應該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講說 其實我早期在學主義國家 我們講的是修正後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並不完美 全球資本主義更多的缺陷 如果這個全球資本主義 越發達 勞工越貧困 國家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資本的想法 好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我其他的分享 剛剛看有幾張圖 大家看了 應該有一些感受 老師有在講 學者很安靜 如果剛看到我們的老大 文化跟文化的趨勢的話 大家要Cash到一個商機 商機是什麼 大概在未來是20年到30年 不用了 10年到20年 台灣最夯的產業應該是什麼 長照 長照 他們 如果有股票的話 一定要買 殯葬業 我必須要誠實的講說 當我的人口老化的問題 超音感慨 然後我在教社會福利監獄的時候 我也是要講說 老人也許是個議題 他也可能是個問題 那我們也盡可能不要讓他成為一個問題 但是他的問題也包括什麼 就業照顧 其他的 這樣一個部分 所以 老人絕對是個議題 因為 不管大家 喜不喜歡 過重陽界的人 一定超過過 過兒童界的人 那Cash到那句話 我覺得說 欸 這個現象 跟這個問題 他跟未來整體的就業 跟其他的 政策的安排 我們必須要很嚴肅的去面對 尤其是就業的這一塊 那今天的就業的艱難 就要到柳球艱難 到底剛剛 文西老師提了很多的 包括 理性的就業的勞動參與力 或者青年的就業的問題 包括整體就業環境的問題 就業它不只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工作而已 就業包括什麼 包括 包括有沒有一個好的工作 或者有沒有一個 可以讓你有尊嚴的工作 我每次都很喜歡 分享這本書裡面的一句話 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 我們在思考 事情的時候的一種 一種做法 這本書是我們出版的 就是什麼時候 你看1970年代 在面對這個問題 就業政策 與經濟成長 政策是相連結的 用經濟及工會的薪資 政策 將無法獲利的企業 透過政府 入獲低薪的過時的產業 刻意不提供財務的資源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做好一個準備 當然有一些工作 它是 的確是低薪的 而且是不好的 我們是讓它 繼續的忽然參加 還是我們讓 資本跟勞動力引導到 更好的 更有前進的方向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思考 但是有心一定要思考的 那 那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的 整體的就業環境的問題 就業出境的問題 如何來做 那剛剛 我想提供給大家很多的訊息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 開放 開放給大家來提問 不過 很抱歉 我今天必須想說 可能要 九點半就準時的 來做結束 因為 我的醫師比我更在乎我的健康 會在後面的幾點 只有五十分 好 它下層了以後 都特別的分證 好 來 有需要前提問題 一位 兩位 三位 好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剛剛老師提到 國外有很多國家煙霸 退休年齡 強制的業很容易取消 我個人在職場工作的時候 我對這個 就已經在注意這個問題 我是支持 沒有所謂的強制退休年齡 因為其實那個相對是 跟偏向保障 勞動自己 而且我也發現 各位年輕人 一定不能接受 醫療賣禮 對不對 像我活到這個年齡 我還在選 因為我知道 我對我自己有責任 但是有很多人 到了一個年齡 他不選 但是是被保障的 這樣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有這種強制退休年齡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是要贊成精進的 因為有時候 你過了一個門檻 以前我們的老闆 不肯處理那個 資深務工 很難處理 我以前當人力支援主管的時候 我就處理了 但是那個是很血淋淋的 非常慘的一個經驗 但是重點就是 我不曉得就是說 我有個觀念裡面就是說 我們今天聽了十個議題 其實是千頭萬緒 但是我一直有的相信 就像那個粽子一樣 它一定有一個軸心 抓起來的話 很多問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現在我要抓的就是 那個軸心是什麼東西 抓起來讓它相對的問題 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但是我沒有答案 因為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只是覺得說 福音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要不要思考 是不是真的會取消掉一些寶寶 因為其實 我們是不是也相對的 對勞工也過度保護 這個可能你們一定會丟我雞蛋 但是事實上 因為我在職場看到的是 政府是僵化的 很多的制度呢 也是面向保護這些勞工 為什麼 只要它的 我要這樣講 因為 我們的資本主義裡面來講 就是競爭 那就是競爭 既然講競爭 不管你的年齡 你就是要站在體面上 跟人家比 但是我們很多的制度 又是走的是 所謂的社會福利國家的制度 所以我覺得它保障有一點 沒有辦法做到那個 怎麼講就是 又要這個好 又要那個好 結果兩邊都不好 那我是覺得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只是提出我的疑問 我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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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只是先提出我的 這樣子的一個 潛見 不用對我期待 謝謝 收集三問 剛剛在老師分享的時候 發現到你們的現象 是韓國、日本跟我們台灣 相當的一致 就是說 以前我們生育率都很高 然後突然 那個第三個率的狀況 就是Rinkolab 老化狀況非常的 非常的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那台灣我們有一個現象 特別的有趣 這樣講 就是 好像我們都集中在某一個陵培 然後過度的燃燒 那種感覺 你看 我們在45歲以前 公使很長 可是過了45到64歲 就是這個階段的時候,我們的就業人或工作人員,就是剛剛列出來的最後一項,就是參與就非常難低 所以有一點點很奇怪,就是好像就集中在那幾十年,被人燒給耗盡,耗盡之後他後來就慢慢的 比其他的國家,我看一下瑞典得到了65歲,還有百分之30幾的參與業,我覺得怎麼會有這樣的案例呢 所以他結構上面只是本地方出了問題,這個是我的問題 好,我想問老師的問題就是說,降低學代電視會不會導致就是 因為我們是鼓勵同學先進入職場去提高那個勞動參與率 可是如果你去降低學代的話,會不會讓想要就學的人有更多 然後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我有聽聞這個 有些勞團他也是主張說,要去提高外籍勞工的就業條件這一點 這是跟老師的觀念,就是有你的解讀這樣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那第三個問題是說,如果我們去 就是鼓勵銀髮族的,鼓勵銀髮族回到勞動市場的話,是不是會 因為我們的就業的機會有限,那這樣的話會不會影響年輕人的就業機會這樣 那再會不會間接的去揭示一個價值,就是說 永續工作的這個價值被彰顯這樣 然後帶重整個公司過勞的狀況又加深這樣 這是我們有一個方式 永續就業,你要指示一下 就是說,就是一直不停的工作 這個概念被彰顯 好,先這三個 總共是五個問題 好,那是很好的問題 好,第一個是這樣子 強制秘書的制度喔 其實基本上我們講說就是 Mandary retirement 是強制期的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這種運動邏輯裡面 他覺得要給人才敵敗 那另外的其實對雇主來講 其實年紀越高他相對的生產力 其實並沒有隨著他的薪資而上升 所以對雇主來講他的相對成分是上升的 所以這一點是從雇主的角度來講 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也可以解釋說為什麼雇主相對希望 就是不要太多雇用中高齡或高齡者 這個是這樣子的 那現在是這樣子喔 這個是這樣子的情況 可是另外我們一個角度是說 如果每一個人的就業機會 都應該得到保障和尊重 那現在我們要面對的就是說 其實資本主義的這種就業機會 長期來講可能是有限的 那有一種講法 就是長期的就業機會是會有縮減的 那這個其實是合理的一種推估 因為未來很有可能是自動化 或是這種機器替代 那另外其實甚至連服務業的低薪化 也有這樣的趨勢 因為我們現在創造很多都不是這種製造業 而是其實一方面是服務業居多 但是服務業本身就有低薪的結構 因為服務業比較不像製造業 所以可以透過生產的這種技術的提升 而大幅的提升生產 也進而提升這個薪資 那另外他們對 就是我們在看台灣的老公市場要注意 我們非常多的製造業 事實上是什麼 台灣接單第三例生產 所以事實上並沒有反應 就是我們的製造業的結構 並沒有帶動我們的薪資成長 那剛剛有人講的那個社會民主的概念 事實上要進步去思考就是說 國家對於一些產業 是不是不應該要不當的補助它 應該讓它所謂自然淘汰 我的意思是這樣嗎 那其實某個程度我們希望 透過這樣的補助機制 我們希望不要形成一個無謂的損失 甚至是資源的措置 能夠讓整個資源可以去帶動一些產業的升級 所以在國家有限的資源裡面 應該要優先去支援一些可能有限勞工 或是它比較有發展產業升級的這些公司 而不是一直讓一些那個公司 可以依賴這種利息 然後這樣繼續生存的 那這樣它其實對本國就業計畫 勞動調節的保障是沒有方便的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思考的講 就是所謂競爭相對合作 資本主義就是一個明顯的優勢劣敗 但是我們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個階段 我們是否還選擇這樣的價值 而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用那種合作的一個方向 那既然就是銀法托高齡就業 有可能影響到年輕人 那這個其實事實上是看你把它 放在什麼樣的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講說通過一個職務的再設計 甚至是說其實就業機會非常的多元 在國際上我跟各位報告 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競爭 AL&B Active Labor and Market Program 主要有六大項 第一個就是就業服務 第二個就是職業訓練 第三就是薪資補貼的計畫 因為雇主就是不願意雇用一些人嘛 讓你政府裡面一些補助 讓你增加雇用的誘引 第四個就是就業機會創造 那就業機會創造非常重要的 它不只是在所謂一般勞動市場 或是所謂商業部門的就業機會 它非常著重的是社區就業機會創造 就是3 sector的employment 第三部門或是社區就業機會創造 另外也很著重public work的employment 就是所謂公共部門的就業機會創造 所以2004年那個時候 2003的時候我們有經歷過 那一段公部門就業機會創造的這個階段 那其實我們國家也有做社區就業機會 那其實就是多元跟美育計畫 那事實上這個應該是我們結合未來 其實日本也有很多所謂地方創生 其實現在越來越過現實 我讓你們各位報告 很多現實已經面臨人口外 人口減少 所以地區也要再生再復活 所以他們有非常強調所謂地方特色產業 或是地方的很多公共的產業 怎麼樣會透過經營合創來去發展 但是我們國家的那個 多元跟陪力計畫的經費 確在三節中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這個國家 缺乏一個清楚的施政理念跟方向 然後就跟我說 鍾老師現在又要往什麼社企 拜託社企跟多元陪力就要出衝突 好嗎?社區的就業機會 可以用電力組織 但是它可以階段性的轉型到社企 但是基本上它都是在什麼 所謂非一般的營地組織 創造社區的就業機會 而且在這邊非常可以支持地方政府 而且我主張地方政府在這一塊 應該要有更大的權力去推動 所以中央跟地方就是要在這裡分工 它某些地方要地方分權的話 它很多就業安全的這種體系 因為陷阱這個權責的問題 失業幾步 它沒有辦法下放地方 但是像這種多元就業機會 創造讓地方政府多一點空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很快的 我們講到 其實日本的生育率 就是或是有些 就是跟為什麼就是 還有它的可能 為什麼後來就是都這麼能夠老化 我想其實這個是這樣的 一般我們講的就是東亞國家的東西 它基本上都是非常重心急 親土地的國家 相對日本韓國跟那個 日本還好 但是事實上 您剛剛有講到一個 我覺得可以分享 就是我們沒有要鼓勵大家 一直長工時工作 各位一定要理解 我認為一個理想的 這種勞動的生涯 是一種多重組合的生涯 簡單來講 我們現在有一種剛剛叫西行人生 就是我們現在希望從教育 學習的階段 工作階段 到所謂退休的階段 這三個的線性的這種邏輯 其實會被惹破 所以其實各位不要就是傻傻的 今天各位有幸 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真的不要 在這個工作的時候就是長工時 然後呢就不敢休閒娛樂 或是不要好好去交一些朋友 然後等你退休了 你沒有朋友 然後你身體也被養壞了 當初有了錢 可是你卻繼續去 變成在養病了 這樣很可惜 所以我們現在也非常主張 很多 portfolio的這種 job 就是多重組合的人生 那現在也有一本書叫 《寫港青年》 那你們聽過 他其實也是主張 年輕人其實有多重的職能 那他就可以做很多 他的這種興趣的一個組合 那他其實相對對 對於勞動市場的這種事業的衝擊 他相對就比較有免疫力 鞋擋 鞋擋 鞋 鞋 鞋鞋的鞋 鞋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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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個就是 將軍學代 學代的部分是這樣 我想我指的比較是 已經畢業了 那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大概有可能的設計 只是如果你身上有學代 但是你有穩定就業 譬如說三年 那政府才支持你 就是降低你的學代 是這個意思 所以一方面是鼓勵就業 二方面就是讓你年輕人 一點希望 不要身上背得這麼重的那個學代 來往前面 我覺得這個是正向的 我希望他能夠做出來 好 那第四個就是外勞的勞動條件 因為我們大家的格局 不會因為你是外勞的勞 你的勞動條件 外勞就應該被尊重服侍了 所以你們可能有聽過一個叫 國民待遇原則 台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我們就主張 我們也應該要善待外國的民民 好外國的勞工 你要不要引進 你引進過來你就要善待人家 這個是我的基本立場 包括我們現在的家私外勞 其實限於目前的一個結構 他們的確比較沒有受到保障 可是外勞也是人啊 我們沒有善待人家 將來我們可能去別的國家 做人家的外勞 人家也可以善待我們 對吧 所以要將信可信 那最後一個是這樣子 這個也是一直常常會被提出來的 就業機會到底是不是有限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個思考了 我們的就業機會其實是存在三個領域 一個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 這種一般的商業勞動市場 另外一個我們還有社區 另外一個我們公公民的就業 所以呢 如果這個商業部門的就業機會 長期有縮減的趨勢的話 就有一個新的工作形態會出來 叫Jub Sherry工作分享 尤其是有人長工時 就是說一週要工作60小時 我們可不可以拆成兩份工作 讓大家都可以除了工作之外 要回家裡生活 這也是一種工作分享 其實美國歐巴馬總統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提出這個概念 Jub Sherry 可是我們的國家 他其實就是老是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的打高空 他其實並沒有真正面對問題 那當然我們現在 比如說那時候五星這樣的時候 其實也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有些人不一定要讓他們工作 就是一份工作才成兩份工作 那這個就是一種社會問題 好不好 那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其實就像我覺得今天的機會也是很好 就是大家其實都是各行各業 不同領域 但是卻能夠一起在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來關心這些議題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一種社會參與 那大家都越來越有這些公民替示 那很多未來會不會有機會 遇到這樣的一個政策 或是一些你可以表達意見的時候 就可以表達你的想法 那這樣子我們國家的很多的做法 就比較不會跟民意有這麼大的圖案 然後馬上又選舉了 好那我很希望我們不要一直在選舉 你知道 我覺得很恐怖欸 我看到那些高層 哇 連你又要選舉了 好像馬上又是選舉規格 那到底你一直在選 那你能不能好好做點事 所以我們一起喔 希望這個國家可以更好一點 謝謝 我們不能三位我們有言 我希望健康非常重要 我們要大家保重 謝謝大家 不過我覺得 比如這個外島的議題 你剛剛有一點記得這句話 我們要是腦洞力 來一個學習人 跟前兩天在大堂 這個汐止大堂那邊的 外島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解釋問題 有一年我到議題已經開了會 然後有一個 到我也講 議題的 議題的老公 他在台灣都做過 他跟我用 很簡單的描述 他在台灣的生活 他說 我相信聽到這句話 你剛剛會 對 聽到你就揪了一聲 心臟都揪了一下 他說 怎麼會有人描述 描述他在台灣的生活 他的生活條件這樣 他可能降在集中營裡面 我回來不久就發生高潔的 那個捷運的事情 所以 同工同酬 如果我們真的缺工的話 外島的薪資不應該無時 奔道的薪資也不應該無時 這是一個 勞動經濟學衛生的問題 缺工薪資就會上漲 但是我的薪資是下跌的 那就業的問題 先從副講 今天委員老師 很努力 我給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 科普 科普 所以他會把分別呈現出來 但是就業的確是 一個很 很難的藝術 尤其是幫人家找工作 或者是說創造就業 創造就業的幾個字 多麼的困難 有可能 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事業 你把它推廣 創業 我剛剛跟文青家在討論 結果呢 結果你看了100家的文青咖啡廳 有95家第二名倒掉了 好 那這樣的情形到底 能不能 能不能有一個 對他們的生活是有幫助的 而且 在就業的 那樣的一個促進的過程裡面 我 目前是要補充嗎 是 我想要 剛剛想到有一個那個粽子 那個 那個串起來的那個 我想講 好 我講過一個故事 我講 舉動三尺有什麼 三尺 Google 好 你 那個 那個生命中 我把他照顧 這個就業服務是怎麼可以 來逮捕 來幹嘛 對不對 但是你Google 可以找到這些資訊 那曾經有一個 事業長 或是不小心Google到我的 我的電話 就打電話 他說 畢署長 你知道什麼叫救援博覽會嗎 我說我知道 我覺得 大家要常常別人在做 但是 救援博覽會有時候 效果很好 他說 喔 你說得對嗎 我就跟你講 我知道 這個白天早上的救援博覽會 我的感覺是怎麼樣 只是讓我在失望中堆積絕望 漂亮 這句話漂亮嗎 失望中堆積絕望 所以我在 我在推薦那個 我剛剛推薦這本書 那年輕人本的時候 我讀完以後 出版社叫我寫一句話 你如何推薦這本書 那本書在講 日本青年就業的困境 困境到什麼程度 困境到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睡網卡的那種 才能夠在都市上的生存 我想說 社會不公平 別讓恐慘中的人 在失望中堆積絕望 就是我平常說的處罰 但是有多少人他真的沒有辦法 那國家的角色是什麼 我今天其實 我一定要是 你再給大家一次並勸 那我就 要再補充 對 謝謝 因為我剛剛腦海腦散出這個 我要回答一下 就是有人在講 台灣的女性勞動才不睡 來有上升 但是其實犧牲了台灣人 那另外你剛剛有講到瑞典 因為我之前對北歐的社會民主模式非常有嚮往 所以我第一年的工費留學 我就是便要去北公 後來沒去成第二年 所以人生有很多女的製作的安排 但是我覺得瑞典製作還是很有嚮往 簡單來說 瑞典基本上其實是一個高稅收 但是他相對高福利 但是他也高勞動參與高生育率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這種 又可以就業 然後他通過很多的這種支持體系 因為他很多的照顧體系公共化 不管是托兒托老 所以因而就造就出很多女性的就業機會 然後呢 他又可以評分他的生育率 所以他基本上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對我們來說我覺得是比較理想的 可是台灣呢 現在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能夠只想要提高生育率 但是呢 卻沒有改善女性的工作跟家庭 這兩個頭燒 現在有可能是 在看Shift到Starship 有些人看他堅持第三份工作 都有可能的 可是這樣子整體國家的這種的素質 或是生活的理由是不妨的 你知道瑞士人跟台灣人 想的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要說的是 你知道有什麼不一樣嗎 瑞士人嗎 對 我是有看過一本書叫 瑞士不簡單 那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有他的制度 那瑞士比較特別 因為瑞士其實是一個幫別 因為瑞士其實是一個幫別 他有很多不同的 一個他們的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算是一個康比這樣子 一個線 一個線這樣子 好 那所以最後我想要給大家 那個串起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看了很多面向 是不是 但是呢其實我要有核心價值 這個核心價值呢 基本上就是我想要分享 這種社會投資的概念 我們一個國家應該對人才要珍惜 然後透過教育跟訓練培養他 然後要試著讓他能夠發揮他的天賦 找到他合適的就業機會 這樣他才能夠充分的去發揮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中 除了有社會投資 社會投資 社會投資的概念 其實我最近有拿到一個資料 日本銀板銀潭中心 他們透過支持這個銀監部門 創造作業機會給銀板 20歲以上銀板主 他們創造出來的生產價值 是120倍 所以在這裡 它是有社會投資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我們希望 社會是融合的 inclusion的 而不是對立或排斥的 包括我們青年跟高中高齡 就是過去長期 因為青年失業率高 所以優先處理青年 結果青年失業率還是沒有什麼改善 可是我們中高齡的勞通參與 卻是一直温下 就是一直沒有明顯的產生 婦女也是 我們有這麼多優秀的女性 有高學歷高的能力資本 可是卻因為結婚生育 離開職場就進不去 那這邊要補充的是說 如果那個是你個人的選擇 OK 你予以尊重 因為在英國的女性主義 也有這樣不同的認證 就是說如果是女性自願選擇 留在家裡 本來就應該要尊重她個人的意念 但是如果很多女性是有很多的 高的人力資本 可是她進不去職場 那這個時候 國家就應當代理自己的角色 我最近又聽到一個例子 是一個好像是一個高階的主編 但她就是想要返回職場 發現困難重創 全部都是往下當或就是向下流動 所以我們希望是一種社會投資 社會融合 然後大家彼此事在互助 這樣的一個方向 如果我們 而且當然就是平等尊重 我們這幾個核心價值捨住的話 很多問題就都直接去解答 包括外行的問題 你就不會給她差別代理 你會給她一個基本的 應該有的緊張動力權 好吧 那我就在這邊做一結束 謝謝各位的支持 謝謝各位的支持者 謝謝各位的支持者 那這些支持者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都有活動 所以說你們對哲武遊戲的話 不要忘記到哲武的這個粉絲 粉絲臉專案 對哲武的專業按讚 對不起 我每次都講不出來 好 那也歡迎到老正的 等到那邊按讚 那這個空間是 就是專業出成功者咖啡 就是一個 希望能夠讓公平的 一個參與跟公平的一些 討論有更 更熱絡的一個空間 那也歡迎大家支持 樓上有一個書店 那剛剛提到的那個 包括說蘋果世代等等 待會是我有推薦 那你是推薦一下 我是推薦蘋果世代 同一個作者 好 我也有推薦 那也歡迎大家支持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